接下来呢 其他的新闻焦点我们来看到 这一回这个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又开炮了 主要是因为台北大巨蛋 传出了内政部营建署发文 直言说B1这一层 到底能不能够当避难层 结果拒绝核发认可通知书给远修 台北市认为说 也是中央刻意在刁难 形同宣告是在柯市长任期 剩下的10个月之内 很难完工兼菜 好 现在看起来 有很多重要的赛事 可能都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来举办了 首先就是这个U23世界杯的棒球赛 原本大家都说 在大巨蛋举办是最适合的地点 但是现在整个工程进度卡关 现在已经不可能了 还有另外包含了中职的冠军赛 现在看起来也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来举办了 好 但是呢 现在台北市长柯文哲他开炮了 他觉得非常的生气 他说要大家来问问看 有没有刁难 有没有拖大家心里有数 他还放话了 内政部你该审的赶快审 我自己不会把大巨蛋视为我的政机 他说我只是来善后的 同时在昨天台北市政府也直接出示了一支公文 好 这个公文是营建署在110年4月8号的函文 当中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这个避难层不限于地面一层 地面一层以外的楼层 如何于上开的规定 也得作为避难层 因此现在大家都说到底有没有刁难呢 恐怕是心里有数吧 好 对于这样的说法 其实内政部的营建署副署长他也有回应了 他认为说其实台北市政府的这个判定 其实是金氏 卓氏金飞 他认为安全比减彩来得更加重要 好 当然现在这件事情可能双方的说法都不太一样 大家可以来评评理 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这个经济部长王美花原本承诺 一年之内绝对不会再发生全台大停电 好 但是在背询的时候 他又把这个承诺给吞了回去 对于这个王美花的态度 其实台北市长柯文哲 他也很不满有所炮轰 他怒轰小英总统就是一片再片 各地轮流停电 政府却老说没缺电 网友疯狂调侃王美花 难道是美花美花满天下 但台北市长柯文哲也痛批 这样连盖个变电所都能卡个好几年 柯文哲炮轰缺电就是缺电 蔡英文说的能源承诺全都是在骗 轮流停电绕民运冲天 就怕执政者死守着废盒带来的政治利益 能源政策大死不变 记者零游程序国豪 SNG小组台北报道 可不得不得了 由于本来的轰富城市中央 达民丝英文说的 根源执政者死守着废盒 本来的轰富城市中央 本来的轰富城市中央 本来的轰富城市中央